各位 我現在提早宣佈一個計劃 我準備開始一系列的視頻 叫做從令到澳數 澳日子 奧倫巴比賽 換句話說 我希望跟大家做一些算術 做一些數學問題 主要現在是為了我自己 因為年紀差不多 如果不學一些新的東西 我的腦就會退化 這個我非常不想見到 所以打算學一些 我當年讀大學的時候 學得不好的一科 數學 雖然我讀麥理 但我的數學是一般 因此現在我決定 和大家一起重新溫習數學 我會假設大家有中學程度的數學 即是懂少少代數 三國基本上知道如何 然後我們就會由這個作為開始 我一直和大家希望做到最足 我們有能力做到國際奧倫巴比賽時的題目 我不知道我要多久才做到這個 但是沒有所謂 什麼時候做到就什麼時候做到 是不是 我會希望每天做兩條 希望而已 有時我答應一些事情 有時真的做不到 因為各種原因 這次我決定 一個禮拜和大家做兩條數 由錢開始慢慢做上去 最終希望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可以對奧倫巴比賽時的數學 不用怕 起碼有辦法入手 為什麼會選數學呢 我自己 大家也知道 我讀麥理 畢業後 我都教了非常長時間 物理 直至我走到這邊 然後就轉了工作 我便變成做電腦 利用電腦作為教學工具的研究之類 如果我繼續做一些實際性的科學工作 例如我繼續做一些物理 諸如此類 我覺得第一 我已經落伍了 要追上去 有段時間 也不知道從何追起 第二 做一些科學的事 不多不一定 要有實驗 要有一些儀器之類 我相信 難了 因此我便要選一科 就是 完全不需要做實驗 數學 數學完全是邏輯性思考能力 我打算訓練一下自己 將自己的實驗能力 保持著 不要說有什麼大進步 有進步當然好 但保持著也不錯 以我這個年紀來說 打算學一些新的東西 我當年的數學 我只是在 當然 我讀物理、化學、純素和應用數學 進入大學 進入大學之後 我讀物理 第一年 在港大的時候 要讀物理、生物和數學科 第二年 我基本上 差不多一半是物理 一半是數學 到第三年 我基本上全部都讀物理 所以我自己讀的物理 我自己讀的數學科目 不太多 因此現在可以乘機 溫習一件事 而這件事是成本甚少 只有一支筆 就完成了 不需要做實驗 這對我來說是個好事 還有什麼想說 動腦筋 我幾點都介紹了 現在提早宣佈這件事 其中有一件事 我想做實驗 這件事 真的實驗 就是我昨天和今天 總共出了大約十條片 全部都黃了 除了一條 因此我這條 應該沒理由黃 我只說我準備開一個 新的系列 看看如何 現在很多朋友發現 在我的影片上 前後有一個黃色格子 如果有黃色格子 意思是 Youtube決定 認為我的影片 是不適合他們用 所以 禁止我 把他收錢 所以就黃標了 我黃標了 黃標了 這個我不想 我目前為止 至少可以騙到咖啡喝 所以 上司做一些 不會引致黃標 做數學題目 沒什麼理由會黃標 所以 所以 今天我會 首先 宣佈了這件事 所以我叫做 第0集 介紹一下我想做什麼 然後 第1集 我即將出爐 我今天之內 會做第1集 明天才嘗試 一天做2集 今天也做2集 0和1 明天才做 2、3 一直下去 回到 跟大家做一條 挺好玩的數學